据每日邮报报道,近日,一只神秘的长毛海怪被冲上俄罗斯东海岸,当地居民无法辨认出这个奇怪的生物到底是可恶,呼吁科学家们为这种奇怪的庞然大物命名。 一段视频显示,当地人在勘察加半岛太平洋海岸线上,靠近偏远的特快纸村发现了这具巨大的尸体,这具丑陋的白色野兽比三个男人还大,看似有一条尾巴或长长的触手,还有管状的毛发或屁毛。 据西伯利亚时报报道,这个怪兽没有明确的头和眼睛,而且太重了,当地人无法移动。 当地人有各种猜测,有人怀疑它是深海远虎遗迹,被冻土永久冻住的长毛蒙哪像,由于气温变暖,从海底飘了上来。 目击者Fvetlana Diadanco说,对我来说,最有趣的就是这个生物身上长着管状的皮毛,它可能是什么古老的生物吗? 我希望科学家们能检查一下,它把这只怪兽必做巨大的毛章鱼。 Diadanco说,虽然它看起来像皮毛,但它是管状的,好像有很多细小的管子挂在尸体上。 非常奇怪,我们在谷歌上搜索了一下,没有找到任何类似的东西。 这只怪兽还有一部分身体被沙土覆盖了,需要挖绝技才能挖出来。 有一种理论认为,这只野兽可能是一个Glopster。 这个术语是1962年发明的,用来描述在塔斯玛斯岛,被冲上岸的一具神秘尸体。 是只遭受大量海水冲刷,而形成身份不明的海洋生物一孩。 一开始,Glopster可能会像一只巨大的鲨鱼,可能有一些骨头、触角、齐壮只,甚至眼睛。 但它们通常不是毛茸茸的。 许多Glopster被认为是鲸鱼、鲨鱼或其他海洋生物的残骸。 这些生物随着时间的推移,已经腐烂,呈现出奇异的形状。 来自于叶和海洋学研究所的俄罗斯海洋科学家Serbikonov,说,他相信这个多毛海怪,是鲸鱼的一部分。 他说,在海洋、世界和各种动物的影响下,鲸鱼经常呈现出奇异的形态,有大有小,这可能是鲸鱼的一部分升起。 负面新闻20天一字每日有道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